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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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妳要 買多少 直接破題好不好 其實這一台 在這個 中秋晚會之前就買好了 是一個我們的粉絲朋友 帶著他的朋友 來賣給我們的 因為這個案例非常的特別 欸我跟你講我都特地交代說 千萬Everybody不能動它 所以這個就是保持它的原貌 這是2019年的 New Mazda 3 戰神版 不是 自然生態環境版 就是完全融入了整個台灣的自然生態環境裡面 這個車主啊 他買了之後他忘記他有這台車了 好類似這種感覺 9月出廠 10月領牌 現在剛好9月 9月底了 9月中了嘛 快10月了 快要滿5年了嘛 月將要圓之前啊 他終於想起來他還有這台車 停在外面 你應該看得出來還停在外面吧 來來來來 我先看一下這個鍍鉻的地方 這不講已經變成霧面了 這邊已經有類青苔的造型 有欸 有沒有 好啊這幾大幾大 這嗎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水泥吧 好這個完全我們都 我都不能洗喔 我還特別交代 我們已經過了一個中秋節 好家在今天晴空外裡 我們終於可以拍了 我還擔心前幾天雨下太大 把它洗太乾淨 哈哈哈哈哈哈 欸前幾天下大雨還有幫它稍微洗一下囉 你就知道之前是什麼樣子了 你看它的輪圈已經 你來了這蜘蛛網 有沒有看到 欸真的欸 然後你看明顯胎壓不足吧 對啊 而且你看這個輪胎的點還在 很誇張欸 有沒有新輪胎 為什麼它輪胎的點還在 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先把外觀看完 然後你看到格勒子已經爆了 你看它停外面嘛 哇 都已經冒氣泡了 啊這也是啊 不知道有沒有寄生蟲 啊不是 哈哈哈哈 欸真的耶 這個案例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說這個車主 它從2019年 買了這台車 它忘記它有車了 各位兄弟姐妹 我來講給你們大家聽 不是在古早 古早是發生的 一個九十 好不好 台北市啊 日空日出的台北市啊 來來來來 我還幫他換了一個電瓶 要不然它是發不動的 來來來看一下這個Kiloso 七落數啊 Kiloso 哇 這個 太 這麼新鎖 數人百九啊 各位兄弟 五年的時間 這個車主啊 開九十萬啊 定期型的啊 2019的馬山啊 它塞4000-89公里而已 整個はん 縣年年 現在來講啊 他一年要怎麼講啊 塞啊 那個五十公里而已 哎 JUDY 不要 不要 塞800公里而已 啊 你跟我們 WEED算起來啊 那一千塊月啦 哈哈哈哈 你再算 一千塊月 這樣你算起來啊 塞三十幾公里而已啊 來照你這樣講起來啊 由於我們島塞Кели 差不多十幾公里 十公里的時間啊 嗯 它差不多啊 一千塊月 這樣塞會搞啊 我發過了這麼厲害 我在這個行業做這麼久了 我很久沒有遇到這麼誇張的車子 為什麼我堅持這車已經買了 已經跟它Deal了 已經完成交易了 我還是覺得應該要拍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五年的車只開了4089公里 雖然它很含蓄 他說它買來捨不得開 不是 問題來了 其實我跟你講當初來的時候 比現在更髒了 真的是因為前幾天台北真的下狂風暴雨 真的有幫它洗了一下 要不然其實它來的時候是更髒的 我就說你怎麼太誇張了吧 你怎麼不開 他朋友說捨不得開 我說不是 話不是這樣講 你一台車買來 你捨不得開 但你捨得它放在那邊凋零 這是什麼概念 這邏輯是不是很奇怪 你馬子交了 捨不得 你捨不得帶它出去吹風淋雨 但是你叫它把它站在路邊 這樣對嗎 對啊 不對嘛 我在猜啦 是不是 你知道有時候 客人來賣我們車 可能有一些 不好說 有引擎啊 對 有引擎有變速箱 對啊 有水箱 之類的 對不對 不一定啊 有可能吧 對不對 對 我們也不好意思多問啊 所以他就放在那邊 看到他就 傷心啊 又不想處理 有些人念舊啊 沒辦法斷捨離 對啊 他可能看到這台車 就難過啊 難過又兩個月過去了 對啊 又難過啊 結果 停這台車的那條路 都不經過啊 對啊 刻意繞過那條街啊 有這樣的人啊 不要懷疑 我知道啊 像以前有一陣子 我跟一個女朋友分手 我都尿尿都不敢看自己的雞雞啊 比如說嘛 沒有嗎 你沒有這樣 觸警傷警啊 不會嗎 不會這樣 念舊啊 不要看好了 最近都沒在用 我們剛剛外觀 已經大家看過了 那目前看起來啊 胎壓燈也亮了 然後他的晶片鑰匙燈也亮了 你看他也亮胎壓燈了 保養里程也到了 有沒有他真的都沒保養 五年都沒有保養過 不過新車買來 從來沒有保養過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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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引擎室啊 欸 你看這個 欸 那是 發霉啊 唉唷 欸 你看這種成果 你看 全部只要有黑色的地方都生菇 有沒有 真的耶 而且你看這個都白了 都氧化 欸 不過蓋子下面就 不過引擎看起來好像 對 很新耶 那我們那天監聽過了 是沒有碰撞 也都是圓漆啦 欸 朋友 你們最愛的圓漆來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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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飯晚餐啊 消費者最喜歡 小師請問這台車是圓漆嗎 試啊來啊 這圓漆啊 你們最愛的 圓漆啊來買啊 來看一下後車廂 蛤 它後車箱蠻大的欸 蠻深的 蛤 你看連刷子的標籤都還沒拆 你看 蛤 本來想要買來好好伺候 都還沒伺候到 都還沒用到啊 洗車精都還在 你看 蛤 洗車精可能有用過 乾到都Q掉了 你看 像你用過的衛生紙一樣 蛤 一整團乾掉硬硬的 不過它停的地方到 好像不是很潮濕 裡面沒有 看起來很正常 洗溝還是什麼 對 這下面都還蠻正常的 沒有洗溝什麼 沒有水氣 對 聞起來也沒有什麼 臭撲味 沒有 像阿呆那台 沒有像阿呆那台 整個臭撲味 對它室內倒是沒有什麼 什麼臭撲味 唉唷 你看 這已經八毛了 你知道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室內 不過它室內是真的不錯 來看一下 它這當初頂級版 新車是90萬的 所以它有18吋鋁圈 然後但是它沒有電動椅 沒有Boss 音響 沒有環景 好 那你看它這個 當初這個連這個 膠膜都還沒有拆 他還沒拆耶 還沒拆阿 哇靠 跑4000要拆什麼 他來不及拆 他來不及長大 他來不及 這個上下車的這個 你看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 這根本就新車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 真的是 而且你看喔 這個最容易磨傷的地方 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我們磨到的 他自己都沒有磨到 他甚至連這個都 喔 欸 你手來撥撥看 這個阻擬感 我跟你講 這個比展示車 用的次數還要少 我跟你講 展示車搞不好 被撥的次數都比它多 這方向盤根本就新的 欸 你看這個門板 哇 欸 不過這裡就 它這是怎樣 冷氣太冷 愛如潮水 結霜 裡面怎麼都發霉 看裡面怎樣 裡面發霉了 喔 不是發霉 這不是發霉 它曬白了喔 蛤 它洗不洗得掉 這什麼 曬白色的喔 曬到變白喔 不過它認真講 它這裡面完全都沒有那個霉味 所以代表說它的那個氣密性還不錯 可能因為車心嘛 那你像阿呆那種車 它就是可能很多的膠條啊 密封度已經沒那麼好 所以如果有水氣濕氣跑進去啊 車又沒開就很容易就濕氣就 南風天就濕氣重 墨水就容易沒乾 對 不過有一個問題喔 你看喔 它跑4000那個 機油要趕快換一換 放太久了 對啊 那不知道會不會打開有沒有 變果凍了 蛤 整塊果凍 所以這個行車紀錄器 紀錄不到什麼東西 這行車紀錄器等於也只錄了4000公里而已 對啊 連行車紀錄器都如新耶 你看這後座 這好像新耶 真的像新的啦 可是有些小蟲在飛 有一些小蟲 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 它4000公里 19年 小蟲在裡面關5年 也該變大蟲了 怎麼可能 這是剛才進去的啦 小蟲在裡面關5年 拜託咩 哥都不知道寫幾首了 好啦 那今天既然是你要賣多少的特別片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嘛 我們先來幫他再來 先做美容 看看他這個漆面 我們美容碗到底還有沒有得救 做完看這個到底還要不要烤漆 搞不好辣打一打 跟阿呆 出辣推推就好了 出辣推推搞不好就好了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來看這些 這個鍍鉻的地方 看有沒有救 還是一定要把它換新 內裝我是覺得很簡單 清一清應該就有救了 然後再來第三呢 我覺得兩側看能不能叫那個尾板晶的 喔可能啊 對能不能把它敲回來 但保險桿我是覺得可能一定是要烤的 全包還是一定要烤的 那兩邊的呢 看有沒有救 可不可以把它敲回來 維持盡量讓它維持圓漆 四個輪胎呢 我們是一定要把它換新 遙控器的電池是一定要換新 安排回原廠做一個 油都把它換掉 全部的這個五油三水都把它換掉 好 就拍個紀錄 然後讓觀眾朋友看看 到最後有沒有換單一新的感覺 麻雀變鳳凰 那我們就這個 處理下去了 好不好 Let's go 嘿嘿 欸 眼睛蓋看一下 有沒有救 欸這一點 這個 好像 原漆啊 欸其實大部分還是有救的吧 對 怎麼開4000多就 被小石頭打到了咧 啊這個前面應該真的沒救了 啊這個保險桿對不對 這裡 我跟你講 我決定我們還是要保持它的元氣 我們就考錢保桿就好了 要不要 然後這邊就點7嘛 欸 被小石頭打到合情合理吧 可以啊 怎樣 欸 你的臉很尷尬 你不允許你的引擎蓋被小石頭打到嗎 當然一定可以啊 我給你一台新車 你回去開一個月上個高速公路 你就被小石頭打到了吧 對啊 我現在就算考好給你 你回去開個兩個月 也被小石頭打到了吧 你剛出生 嬰兒 雖然很完整對不對 飛高高 也不容易摔下來了吧 是 總有吧 你從小到大成長過程 走一走走一走 阿甲頭打到 啊啊 對不對 總是會跌倒吧 對不對 何必咧 那這邊呢 這邊它這邊也是有一點點 這個這個 好啦這個7點一下 我覺得這還好 後面都一點點 我覺得還好 後照鏡怎麼了 後照鏡也 那邊也是用不掉 剛剛有拋了 你說這個嗎 對啊這個啊 塑膠鍵我覺得可以考 那個用考的 對塑膠鍵我覺得可以考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什麼 換輪胎 然後回原廠做個保養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鍍鉻其實 拋一拋 其實就OK了 欸鍍鉻 竟然可以打那麼漂亮 我覺得還蠻 我還以為鍍鉻全部都退掉 你看 這打完跟新的一樣 啊這個要撕啦 忘記了上次沒講到 欸前後檔啦 前面也是 前檔拆掉就好了 就不要裝了 他前檔太黑了 前檔拆掉就好了 然後後檔是換掉 他的LOGO好像也有受傷 他LOGO 剛剛有泡好像泡不太掉 這LOGO換會不會很貴啊 要問問看 這裡面不是雷達嗎 對啊 他表面 他是一整組吧 這雷達會不會一個 五萬八千八啊 這麼貴啊 問一下 先問一下多少錢再決定 好不好 一個五萬八千八 我們做了 好不好 雷達尋一下架嘛 如果不貴我們就把它換了 好不好 欸會不會回來花一褲子錢 想說才跑四千而已 好 搞錢保桿 後照鏡 那剩下一些小石頭點 我們就用點七的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 繼續處理下去了 高規格對待 預約起來 走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易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我們現在來原廠保養 我們現在來原廠保養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說 這樣保養下來要花多少錢 耶 保養回來了 我們去換那個五油三水 然後我們除了那個動力方向盤 那個動力 動力火車 對 有 動力方向盤 它是電子式的 所以那個就沒有換 然後其他的都換 大家講一下好了 機油啊 然後機油心啊 變速箱油啊 煞車油啊 鑰匙的電池沒了 所以換了一個電池 這個的 你在原廠換電池 在原廠換電池 還有電瓶啊 電瓶也換了 什麼電瓶 車子的電瓶 車子的電瓶也換了 你也在原廠換 在原廠換電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遙控器也在原廠換 遙控器對 沒有啦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啦 看看說如果我們 這全部的東西都在原廠換 要多少錢 我倒想看看它扭扣電池多少錢 應該沒有人會在那裡換吧 反正 那個花老闆的錢 沒有啦 你看煞車油原本 現在變得很透亮有沒有 這個電池 你看 10月9號換的 這顆電池 你們猜多少錢 這個電池一顆2700 然後我主要是 我還有去問它那個 這個雷達它有傷痕 就有問它說這個 如果要換的話 要多少錢 因為它可能有雷達啊 還是什麼模組之類的 啊跟車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這個整個換起來的話 要一萬出 不能換殼就好喔 沒辦法 它要整個 而且它說換這個的話要 錢包桿要拆掉 然後工資是1600 但是它很好啦 我跟他說我這邊有刮傷 它還有幫我稍微處理一下 不用錢不用錢 你確定 對 沒有灌在其他工資裡 還是有 只是我沒看到 它還有幫我們洗車 地毯有清潔一下 這樣總共多少錢 這樣總共的金額是 10121 因為這台車是第一次保養 它原廠是說 一萬公里才要保養 那它才4000 等於它第一次換機油 所以扣掉電瓶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七八千塊 對對對 你的Golf保養一次多少錢 也差不多喔 對 因為我回去原廠兩次 就大概都七八千左右 好啦先這樣 我們到時候還要再去換 輪胎跟美容 就差不多結束了 先這樣喔 掰掰 看看 - 搞定了- 搞定了- 有恢復到90%了吧- 應該有啦- 不錯吧- 少數也有87% - 還不錯吧 有4000公里的感覺了吧- 新車的感覺啊- 有齁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回原廠做保養- 對- 有黑絲襪嗎- 好像男生居多耶- 男生穿黑絲襪- 我問你有黑絲襪嗎- 你跟我講說男生居多- 沒有印象- 我的想像是男生穿黑絲襪走來走去 靠腰啊- 其實原廠不貴耶- 不貴嗎- 看起來不貴啊 才花一萬而已- 就是正常的換五油三損- 對啊 他們說 哇 你怎麼那麼久都沒回來- 沒有 - 我們沒有 連資料都沒有- 壓根不知道有這台車- 壓根不知道有這台車- 對 沒錯- 妖怪啊- 回去有記錄一下資料就對了- 有有有- 車主資料記錄一下- 對啊 - 這台車是從賣出去以後不知道有這台車的- 腰咻都沒保養過啦- 還有做臭氧殺菌- 腳踏墊也要檢查耶- 腳踏墊是免費幫我們吸塵- 還有免費洗車的服務- 換了原廠的電瓶- 因為上電瓶其實也不貴啊- 兩千多塊而已- 兩千多塊而已- 對啊 也不貴啊- 反正就是該換的油都換掉了- 扭扣電池- 遙控器- 遙控器沒電了- 那這一次果然- 你看我們這旁邊的這個不用烤漆吧- 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 哇 這個多虧了我們這個免烤漆的凹痕修復- 帥- 鍍鉻- 也讓我們的美容部的同仁- 整個就把它還原了對不對- 原本是青苔耶- 然後呢這本來有刮傷的這個mark- 原廠應該要一萬多- 一萬多- 我們美容部同仁- 也把它拋整回來了- 省下來了- 帥- 這裡啦引擎蓋我們沒有烤漆對不對- 對 你說要圓漆嘛- 我們就稍微點漆了- 這個就真的不行- 好 我們就用點漆了- 對 - 一點點的小имость都 tinham了- 石頭還好啦- 這個我們不用- 回去了- 你開高速空空間- 你開高速空間一樣打到嘛- 對不對搞不好你打到更嚴重- 對不對- 搞不好你開開有個歧視- 哎呀- 更嚴重嘛- 好不好- 我們就先- 就這樣子了嘛- 好不好- 留一點點小瑕疵- 畢竟你買的是中古車對了嘛- 二手的阿 對嘛- 二手的阿- 二手的阿- 好的嘛- 嫌氣就買了那個新人- 對不起- 你又不是花90萬買的- 我們現在賣你- 對不- 我們現在賣你- 對不對搞不好打8折的錢- � gen- 上次有一個客人來- 他說- 欸小失阿-我oc 你覺得這個椅子皺皺的 我說你買多少錢 他說三十幾萬 我說你知道這新的多少 他說六十幾啊 我說椅子皺皺的怎麼了嗎 椅子不能皺皺的嗎 畢竟我們是二手的東西 你說少一張椅子 那我真的對不起你 好 我們考了錢保桿 對 還有後皺鏡 但錢保桿有一個比較困難的 就是因為這個魂洞紅 其實它裡面有水晶漆 所以再加上呢 保險桿的材質跟鐵的材質 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在某一些光線角度下面看 會有一點點顏色的落差 難免的 所以我就說盡量能少烤金 因為我怕到時候這個烤下去啊 到時候一二三全部都落差 對 倒入咪 到時候都落差 然後輪胎四個我們也全部都換新了 好不好 喬石的 哇 膠條 漂亮亮 漂亮 漂亮漂亮 非常好 圓漆啊 整個都打蠟 好不好 來 看一下內裝 對 這裡 上次反白的部分 記得這個中控台 那時候 全部都白色對不對 對 我們也全部都把它還原了 這椅子 原本內裝其實我記得到蠻漂亮的 而且打開本來就沒有什麼沒味了 其實那時候影集就還蠻順暢的 所有該 新車味啊 新車味 這台被車主遺忘的車子 而且它這個蠻厲害的是它放了這麼久有沒有 冷氣吹出來都沒有什麼沒味啊 沒有 它吹出來還是新車的味道 對啊 新車博物館登機 還是我們繼續把它放著 再放十年 還是四千這樣子 你看 幾乎都沒在拉 這車怎麼捨得賣 我們在這個 做二手車這一行的過程當中 遇到這種車都 恨不得 賣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這種好東西 好東西要留著嗎 對啊 肥水不落外人 對 肥水不落外人田啊 我記得那個時候這裡有一些自然生態環境對不對 那個已經形成很久了 哇 你看 洗完以後整個跟新的一樣 拿來的自然生態環境 沒有了嘛 完全就是跟新車一樣 對 隔熱紙嘛 上次洗泡了 我們把後面隔熱紙也換掉了 但側面我們留著對不對 因為它可能側面比較曬不到太陽 它停的位置好像是比較照到前後 我們把前面撕掉 後面換掉 但前面呢我們想說 搞不好下一個人 他要貼什麼樣的 好一點的隔熱紙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 把前面呢 直接 隔熱紙直接撕掉 所以前面就沒有隔熱紙的狀態 然後因為它這個長期停放 所以它輪框其實也沒什麼損傷 越看越漂亮了 怎麼講 整理完之後 看一下引擎室 引擎室也有一些氧化發霉 有沒有處理 有啦 我們上次看了一些那個 我記得這些都青苔啊 好一些氧化啊 都處理好了 落葉啊 直接有一些那個 那個等一下再擦掉 對那個美容 打蠟的一些粉塵 新的電瓶 真的都處理好了 一些氧化的也都盡量處理 不錯 漂亮 OK 來 那我們再來這個 2019年的 新款馬三 我們在原廠呢 花了1萬0121億元 輪胎的部分呢 花了1萬7千元左右 那隔熱紙 只有後面的隔熱紙對不對 加拆紙的部分喔 花了5千元 錢寶加上烤漆的部分呢 我看那麼貴喔 這樣還花1萬喔 這漆這麼貴喔 它好像是 因為它那個是那個嘛 混凍紅 所以它好像有用兩三 兩個漆去調 這有點貴 所以我們這樣花一花 欸 這樣也要三四萬塊 是怎樣 美容我們還沒算錢 美容是我們自己的工 對啊 不過OK啦 花個四萬塊錢 一台如同新車 宛如新車 Light Conversion 我覺得這個鍍鉻是最棒的 那時候看這個鍍鉻 我真的很怕說 以為會爛整個爛掉 以為要整整組這個鍍鉻都要換掉 還有第二個讓我意外 就是它這個刮傷 竟然能救的回來 是蠻厲害的 很厲害耶 我們盡量用砂紙把它表面 慢慢的那些 因為那個其實刮傷很深 然後慢慢拋慢慢拋慢慢拋 把它拋完之後再蠟慢慢打慢慢打 竟然還要把它回復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要不然這原廠 問這樣一個 因為這是有雷達的 一個真的要一萬多塊 好啦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集 你要賣多少 放外邊 好不好 我們這一集2019年的馬三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SP版 跑少少的4000公里的馬三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就咱們下次見 拜拜 O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花艺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莉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